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四年前来华联的时候 我已经注意到慈气的精神是与众不妥 是用爱为主 这个是不简单的 那第二是 资历的组织跟别人的关系不一样 这里捐钱是为扎重的 组织不能用捐钱的钱 那第三是为了大爱 为了救人 不叫为基础 五十年之内才是 刚刚开始发费副教的精神 因为我本身是副教的 林凤森师兄真的这十三家 第一次记得他带去见商人的时候 他就问商人 英尼九八年事件是怎样 商人非常笃定地跟他说 英尼的九八年事件不是排华事件 是平复显速的问题的事件 所以说你们要回去好好做 怎样去付出 才不会有再丑严的地方 最重要是做到不是只有家 那此起有灾难的时候 哪一个灾害 这个商人是着急 印尼林洪生先生 他是做的生意很大 全球都有他的食品公司 那就想到他 萨尔维亚有他的工厂吗 他很快的询问电话接通的时候 后来给我们的信息说 好 他们可以全权来协助 所以就地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 在接到信息 他自己去找我们的持继人 我说真的实在是 有贵人我们想要做 没有想到无形之中 这个贵人明明都更热在一起 这一条线在走 去年我们去的时候 还没有想到林先生可以来帮助 这一回因为他回来拜年 就会记忆狠心想到了林先生 那他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设厂 竟然这么巧合 他说去年八月 厂刚盖好已经开动了 有在这个座 这是一个因言不可失忆 感恩林基士的这一位副总经理 他说只要我们想要做 再采购都没问题等等 所以这是一个帮助很大的助力 我们自己比较有平均好 可以自己建造商人 那下一代根本有新的 我们去把这个想法 组织化 系统化 英尼茨基 大概现在刚刚开始 因此我们达到都没有掉 印度尼现在有两亿五千万的 再过十年 再加差不多四千万 再过十五年 印度尼现在这个 population 还有人口大到十亿 那四亿人口以后所需要的 不是现在的止血 大概要达三十倍 2020年的世界人口 达到差不多九十亿到九十五亿 那以后世界就更复杂 世界的想法 精神大概对于或者是会 因为你发生大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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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集中